2018年8月6日,已经转会多特蒙德,的前天金全界外援维特赛尔微博发声,感谢了俱乐部与球迷,并祝全界未来顺利。 维特赛尔在文中写道,在中国的18个月,的时光是不可思议的,我想要感谢天金全界俱乐部的所有人,我们一同创造了美好的技艺,感谢所有的全界球迷,工作人员,我想要祝愿全界在赛季接下来的比赛中一切顺利,我相信俱乐部会继续前进,取得伟大的成就。 在世界杯结束后,维特赛尔迟迟没有归队,今日多特蒙德官方宣布维特赛尔抵达德国体检,据息转会费为2000万欧元,双方签约四年。 相关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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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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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